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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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this is ROG from Nimbus 首先要說明一下這一期視頻 並沒有任何品牌合作與贊助 一切的感受都是通過 我作為一個用戶實際的體驗得來的 其實當時除了虎膚 還考慮過FCE 和Minswell這類的日本品牌 那最後還是選擇了虎膚 主要就是因為虎膚工業的用料 實在是深得我信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虎膚工業在2017年誕生於上海 他們主要就是以軍事物料以及軍規製造標準 製作各種機能性的配件 那我入手這款背包呢 大概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這期間我一直在使用這一款背包 那現在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我這一段時間使用下來的感受吧 那這款背包在官方有兩個售賣規格 一個就是普通版本 還有一個呢 就是增加外掛袋鼠長的版本 那我入的呢 就是有外掛袋鼠長的版本 它對你的背包有很好的容積提升 這一次購買的地獄犬雙肩包 屬於虎膚工業Legal Arm 這一季產品的第十款 所以它的代號就是Leg 10 這款背包採用了很多高規格材料製作 比方說 針對視覺挺拔度 耐磨 防水透氣 等不同部位的要求 提供了可視機械結構版的Hinge快拆扣 那這種腳鏈快拆扣可以很方便快速的 拆裝你在Molo系統上的一切擴容 背包主體呢 採用XPEC VX21的複合龍骨面料 那包底與背負板 包裹的就是CADURA 500與1000D的耐磨尼龍補牆 它的收納結構非常的豐富 它的包內大概有十個不同程度的獨立分隔 針對筆記本電腦、iPad、電源、相機、鏡頭等電子設備 有足夠數量的內常式收納 最令我滿意的應該就是它的背負系統了 他們針對亞洲人的身材進行考量 製作滿足了大部分身材 貼合式卸牙背負系統 從而使在不同模式下能有良好的受力表現 主要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塑膠的卸牙背負板 這款背包可以在三個不同的方向通過Moli系統 任意的擴展你自己所需要的容量 整個背包都採用了YKK的拉鍊 部分防水拉鍊還有同心直鎖的拉鍊頭 使用起來既方便又安心 X-Pack面料不僅在耐磨抗腐性上非常優秀 在防水波的效果也是非常出眾 那這款背包搭配一定程度的機能性服飾 甚至可以在雨天不用打散 當然了Moli系統的尼龍織帶本身是不防水的 不過這並不影響日常的使用 這款背包官方的尺寸數據呢是 48x24x14 那它的容積呢是22升 我購買的擴展袋鼠艙版本 在容積方面有一定的提升效果 我自己日常的使用呢 主要就是筆記本電腦相機以及鏡頭 那給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極限裝載能力到底有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什麼類型的物品 都有自己分門別類的收納之處 你還可以通過外置的袋鼠艙 收納一些應急替換的衣物 達到一個一至三日的拆旅模式 這是非常實用的一點 這款背包的設計風格 並不是那種非常硬核的技能風 反而加上它的袋鼠艙 有一點點urban outdoor的休閒風格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不論是我單日通勤也好 是周末與朋友出門小聚也好 或是幾日的異地拆旅也好 這款背包無論從外觀還是裝載能力 都可以滿足我的要求 並且最重要的 它不會和別人撞款 這得益於它的MOLI系統 可以自由自主地 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做不同模式的擴展 MOLI系統的好處就是可以達到 一千個人有一千個不同的背包 好比我 在外側加了一個 紅色透明牛皮材質外掛帶 這是一個朋友送給我的 通過它我也得到了一個靈感 我把袋鼠艙稍微做了一次改進與升級 可以讓它袋鼠艙成為一個獨立的小背包 這也讓我出門旅行的時候 不想背負太重的東西 我可以把袋鼠艙拆下來 單獨作為一個隨身背包使用 大大增加了我的靈活性 如果你有更好的改造想法 也歡迎你拿出來一起分享一下 總的來說 這款美包是一個既使用又美觀的雙肩包 如果你對都市技能風格有興趣 如果你喜歡自己動手改造你的背包 那麼這一款背包絕對是最適合你入門的單品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並分享給更多人看 那我們下次見吧 我記得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